听说妹妹最近有心事 要你出来走走就是想让你看看 这香取山上还有别样的景致 莫要为了一个人啊 负了自己的韶花 姐姐是好意 玄珠明白 妹妹倒也是天资国色呢 就连蒲公英都想与妹妹亲近 姐姐说笑了 说来倒也奇妙 我记得这洞天伏地之中 是不应该有这些凡间野草的 怕是从山腰的杂役院飘上来的吧 或许吧 其实我有一事想问 听说那左公子也要秦川服侍左右 可有此事 没错 这个小杂役定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 他来香取山定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连九云师兄都着了他的头 如果妹妹查到了什么或者发现了什么 记得要告诉我 姐姐的意思是 真是 很难过 我都已经去看一下 tér 你玩什么把戏 也难怪 这毕竟是阿满的脸 我们也有四年没见了吧 真的是你 帝女 你乔装打扮 费尽心思混进来 你要做什么 报复我们 还是 准备和紫辰旧情复燃 你放心 我不是和你来抢左子辰的 你对她的好 我比不过你 你也终于承认 有一件事情比不过我了 真可笑 堂堂弟女 今日终于要对我认输 是了 如今你也不是什么弟女 无处可去 跟贱民没什么两样 难怪不再傲气 玄珠 除去左子辰的事情不说 除去左子辰的事情不说 我自认为没有什么得罪过你 你为什么这么恨我 你配吗 你配吗 我从小就盼着你死 现在也一样 你竟然没死 从前我一直搞不懂这是为什么 后来想了很久 终于明白了 姨母一直盼着嫁给我父皇 谁知最后心愿未曾了 不得不嫁的诸侯国去 她心里一定十分不甘吧 住嘴 她想要做皇后却又做不了 想生个有皇族血统的孩子也生不了 她心里十分不甘吧 你恨我 你想压过我 我不怪你 你和我扯这些旧事做什么 有什么意义 凭什么说不怪我 你以为你是谁 我不怪你 但是你欠我呢 你要补偿我 我欠你 我欠你什么 左子辰 她是我让给你的 不然你以为你能得到她 你近日跟我坦白身份 就是为了说这些 这是什么 蒲公英啊 你没长眼睛吗 我的意思是 这是用来陷害我的东西吗 玄珠 你与紫辰 是我在香雀山上的意外 我来这儿是另有目的 所以我不能任由你再这么胡闹下去 你懂吗 你就不怕我说出去吗 你别忘了 天元国还在追查你的下落 大骊国的帝女 你不会 白河龙湾的爱徒 相取山上的奸细 是你吧 玄珠 你只要反应告诉我 我猜对了 对不对 其实我早就想到了 你是否还记得 当年我在学白纸仙术之时 你嘲笑过我 说你师父教的 可比我这个厉害多了 与中山藩有来往的大仙家 这并不能占 就算你知道了 也没有人会信你 哦 是吗 那你要不要试试看 你敢 你伪装身份来这里 必然没存什么好心 大不了与死网破 好 玄珠 等我办完我的事情之后 我会立马离开相取山 绝不出现在你们眼前 你好好地守着他 别再来招惹我 这样对我们都好 你已经答应过我一次 我凭什么再信你 山主最近 朕在请全山之列彻查奸细 此物 这世间仅此一见 真的吗 两位爱徒 去赏宝吧 师父 此话真是奇妙 师父 您果然是天下收藏第一人啊 玄珠大人到 来 师父 你们两个先下去吧 玄珠 何事啊 师父为紫辰致言 弟子感激不尽 为师还以为什么事情呢 为师说过的话 向来是一言九鼎 起来 起来说话吧 弟子还有一事要报 报 师父不是在查山中奸细吗 我知道是谁 是谁 师父可是此物 山中的奸细 确实是用此物向外界传递的消息 哀徒 你是在哪里发现的 我是在一个杂役的房间里找到的 哪个杂役 秦川 是 这么说 她是这次选定的内侍役 正是 此女 之前是九云大人的侍女 之后 被紫辰要来了 那左公子 为何要这个侍女 他 喜欢上了这个小侍女 本宗一直认为 你和左公子才是眷侣啊 其实 此物并非秦川所有 而是 而是什么呀 没关系 说出来 我亲眼所见 轻轻将此物放在那侍女的屋内 放肆 不可 本座刚刚受你为徒 你为何要挑拨离间哪 弟子所说千真万去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轻轻跟随本座多年 绝不可能 轻轻若心中无诡 为何要陷害他人 秦川周璇以九云大人和紫辰之间 是亲戚 周璇 玄珠 你知道吗 本座最痛恨的 就是别人欺骗于本座 你知道 欺骗本座的下场是什么吗 为何要陷害于清清 是清清 小五熊 在草里 清清 不可能 不可能 有人能扛得住我的生死父 难道 来人 速去 清清掌管的大殿 看看他是否有私藏不公英 诺 没有 会堂 你 不可以 带我 你 我们